杀人猪心 老鹅客搜 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老鹅年度客县 业界最强石头扫地基 现时两天 1月13号到1月14号 石头超级品牌日就在虾皮官方商城 猪心移植 器官捐赠是一种大碍 美国有11万人排队等待移植 去年移植了超过3800颗心脏 创下历史新高 但仍有超过6000名病患 等不到适合的器官病逝 台湾也有一万多人等待移植 在人体器官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如今医生们提到朱鑫 不会再只想到台南美食了 杀人还要朱鑫 好可怕呀 美国马里兰医学中心 成功完成一项重要手术 医疗人员把朱鑫移植到一位 57岁的患者身上 患者唤醒三天后 复原状况良好 未来有些人的心 可能会是用朱鑫的 现年57岁的班奈特 因心脏衰竭核心率不整 手术前已握病在床右中 需靠机器维持生命 被判定不适合接受人类器官移植 别无选择就只能尝试创新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医师 经过美国医疗监管机构允许后 决定尝试改用朱鑫移植 并在五天前进行手术 他们基本上研究了6个月 这些是非常试图的 他能不能生存 或是一天或是一几天 我说我们现在在这一刻 他不愿意死亡 不愿意死亡 以这种背景和适合 他告诉我两个重要的事 他说我不愿意死亡 这次手术采用 经基因改造后的无眉猪 在进行前后共十次的基因编辑 医疗团队耗17小时完成移植手术 有了猪队友的神助攻 班奈特术后三天状况良好 并在人工心肺基的协助下 以能够自主呼吸 不知道这头猪有没有吃过来剂 过去人类也多次尝试 将动物器官移植到人体 1983年曾将肺肺的心脏 移植给一名婴儿却只存活了20天 进年转而改用猪肢移植 因其饲养容易 器官能够在半年内发展为人类尺寸 目前猪心脏半膜移植已十分普遍 猪皮肤也被应用于烧烫伤病患 去年10月纽约的医疗团队 成功将基改猪肾移植到脑死病患 这次则是全世界首例 将基改动物心脏移植至人体 长期影响人待观察 至于未来能不能广泛应用 除了技术的发展之外 还要看能不能通过生物伦理 合同保纳一关 自从大学录取率高过100后 台湾的各种学院 通通超进化大学 每家中华民国的私立学校 都有它奇幻的地方 而有些却在压榨着外籍学生 果然台湾独步全球的就是骗术 由独立媒体报道者揭露 一名来自乌干达 现已转校至静宜大学的外籍生 Collins两年前看到中州科技大学的招生讯息 学校承诺来台前不需学习中文 课程为英语授课 并会给予奖学金分担学费压力 这张香甜可口的大饼 画好画满就差没打磕蛋 香道我以为这就是科室葱油饼了 万里飘香大家排队 当地超过300人参加面试 Collins就这样跟他的同梯 怀抱对未来的憧憬 来到了宝岛台湾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会踏入成为奴工的欠债泥沼 曾在国际人道就有学习的学习 我曾在国际人道就有学习的学习 曾在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工作的Collins 想不到自己正需要人道救援 来台前因机票和签证问题 向代办商会借了10万元 加上学费和住宿费 第一学期就背了新台币17万的债务 人生第一笔外债到手 一上课老师说你好 全中文的教材和授课欢迎你 你给翻译吧 简单来说语言不通 家乡说的英语授课 原来是销售家乡话 接着他向学校国际中心反映 得到的回复却是 想上英文课去美国 这里是台湾要用中文 What? That office did not aim at the welfare of the students Office's purpose is to demand money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I didn't know even how to say你好 Collins无法享受一般学生活动 七成时间都在隐形演进 食品加工厂 或运河工地等地方奔波 当一个做工的人 且工作内容跟自身科系完全无关 谁能讲中国吗? 你说这个 我会 我会 一点点 学校告诉我们要给我东西 到这里他们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懂中国 这是一个问题 有些课程师试试试英语 但这不是很容易 学校都骗了我们 甚至我三天都比较20天 其他还有就读不同私校 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 也上了同一艘船 当初主打着有奖学金 免费读书加上打工赚钱 缴了2200美元约6万台币 却被通知能进的学校和科系 都跟原本选的不一样 还不给退费 学生一周工作五天 另外两天上课 因欠债需上12小时的夜班 还被主管斥责或粗暴对待 然而面对Collins的指控 中州科大则表示 这一切都是假的 从108学年第二学期开始 就是所谓的 减免半额的学杂费的奖学金的方案 学生如果认为说都是中文 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入学开始 是要强调华语 让学生可以能够很完整的 适应台湾的生活 所有的讯息 都是他自己片面的提出 说好像是我们帮他做安排 事实上是没有的 自己去寻求他想要的打工机会 他自己的部分 因为缺课率高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造成他在学习上面 就有点落后了 你连这一段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怎么跟人家交流 学生的起跑点就是负债 即刻体验鬼岛青年轮班能力 校方表示招生简张 已清楚表明是用中文授课 我在想那份简张 该不会也是中文吧 中州科大真的 他是没有办法用全英授课的 这个跟当初他们在招生的时候 跟学生想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招生宣导 课后辅导 生活辅导这方面是完全的 严重的管理不善 教育部初步认定 中州科大设有重大为师 恶令停招境外学生 扣解相关补助经费 校方则表示难以接受 会再提资料要求重审 这个直接电死 私校假饭学真打工的劣迹 还有多少 其实我们不得知 还有很多很多的黑数 其实是一场教育部浪费 人民纳税前补助给私校 来进行人口贩运的骗局 自称是人权立国 那学生满怀希望的来到台湾 不能让台湾的高教 沦为人口贩运的温床 美国国务院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指出 人口贩运者利用 台湾政府近年积极推动 包括人才交流在内的新南向政策 吸引东南亚学生来台 再强迫劳动 类似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 只是要判政府修法 立法院顺利三读 恐怕顺序要排在新竹合并后 矿业法也通过后的几年吧 你各位猜猜是西元哪一年 意料之中啊 桃园联邦银行群聚案 离除夕还有18天 已经感觉到紧张的气氛了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12号宣布 新增96例确诊 本土加4 境外加92 境外个案刷新高 正以为这数字是我眼花探错 平行的倒国时空里 又出现一个不是破口的裂缝 淘机首推车传播链中的军服员 滚出银行群聚确诊案了 桃园的造福员 他有出入社区 那在一个银行里面 里面有被验出有三个阳性 CD值最低16.8到26 案17630在1月11号出现症状 有发烧跟喉咙不适 而他们都是遭居服员感染的 三名行员 都20多岁 1月12号确诊 我们还是希望继续扩大裁减 凡是有足迹 有症状 或者是感觉有必要 都可以来裁减 只要没出事 都是平安夜 昨晚11点指挥中心紧急发布新闻稿 指出银行新增9名银行员工确诊 累计12名确诊者 隔天上午桃园市在宣布新增2人确诊 目前感染数上升到14人 这个群聚感染源是在这个从1月4号这个居服员这个到这边洽工开户大概是整个案子的根源 1月9号确诊的超级传播者居服员 经疫调回溯群线发现 联邦银行进行分行行员 保全陆续中标 居服员开户一个小时 就爆发群聚传染 病毒传播速度快 同时匡列裁减层前往银行的民众3013人 并宣布今天六所学校 一间补习班预防性停客一天 那本土的病例有14例 那死亡的个案有1例 那境外移入的是51例 那17472在我们的监视器里面看到 就是说他在这里在等候的时候 或者在洽谈的时候 都有因为要讲电话 要把口罩移开的一些情形 被居服员感染的确诊银行员案17630 1月8号也前往新竹市餐厅用餐 疫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首当其冲的桃园市 故大门的胖终于宣布 国小将提早一周放寒假 至于其他县市是否根基 教育部表示尊重 AKA自己看着办 春节返乡朝将在这周末达到最高峰 预估明后天有万人压境 目前筛阳率计时%计算 恐怕一天就破百例 本土境外个案轮流夹攻 这剧本去年写过了 和病毒赛跑的日子即将重演 老额也提醒 曾在1月4号到1月12号到中理联邦银行 建行分行洽工 与行员有接触或社区足迹有重叠者 务必裁减 迟早会有一些零性感染 你说要求零确诊 不切实际 或者要做到时候不让疫情爆发就好 陶肌的这个群聚 是有趋缓的情况 到现在为止 其实看起来是有一点在收敛 在社区的一个情况 是有一点在收敛 这银行的 我们之所以说是重中之重 也就是因为人员多 那相对的足迹就一定会多 什么送温暖送爱心 统统不用 送安全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